白色瓶口bra露出纤细小蛮腰 摆出性感姿势 另一套是大红色泳衣 53岁的珍妮佛安妮斯顿 带着爱犬拍摄杂志 火辣登上封面 不仅透露私下传达 珍妮佛安妮斯顿受访时 还博弑往日传闻 曾与布莱德比特有段婚姻的她 否认因不愿意生小孩 导致两人最终分手 阿妮斯顿还自爆 为了求生子曾做过试管婴儿的手术 喝祝韵的中国茶但都没笑 也坦承自己有点后悔没有动乱 她更强调自己不会再婚 而另一位隐姓珍妮佛罗培兹 最近则是大方放闪 红色礼服胸前立提花朵超吸睛 不改过去性感狂野作风 另一套马甲装相当火辣 黑色长裙呈现暗黑女王气场 同样是53岁的罗培兹也为拍摄杂志一连换上多讨华服 展现完美身材 7月与班艾弗列克共结联礼 罗培兹先前经历过两段婚姻 聊到于小班的感情 甜蜜的说两人失去了彼此又找到了彼此 而婚后又名艾弗列克夫人 珍妮佛罗培兹说很喜欢新称号 觉得冠夫性既传统又浪漫 周围感受到满满粉红泡泡 TVBS新闻上面是红亭泰报道